第1328集 叶辰睁开眼眸看到几林摸了摸头 我现在去洗行了吧 叶辰刚转身 几林便想到了什么大声道 叶辰 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 洛儿姐姐出事了 她被一个叫灵狐家族的势力带走了 我来找你就是希望你和我一起去救洛儿姐姐 我知道 叶辰脚步停下神色凝重 令狐家族她在西域也见过 实力不算强 应该只是傀儡 现在的她足以问出叶洛儿的下落 你怎么知道 既然知道还愣着做什么 我们马上起程 几林着急道 叶辰抓住几林道 洛儿用竖法给了我一部分消息 她好像被锁链束缚着 至于在哪里根本不知啊 再等一天 如果还没有详细信息传来 我们就动身去令狐家族 我倒是想看看谁敢动洛儿 叶辰没有立刻动身 是有缘由的 今日宴会她若离开 那王家的愤怒就全部由神火学院和储家承担 这便是她不义了 洛儿现在只是被困 没有生命危险 处理完九优之事 她就立刻动身 而就在此时 葛青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叶辰 醒了吗 叶辰打开门 只见葛青面带苦笑地站在门外 叶辰让开身子道 校长 请进 葛青走进叶辰的房内 当看到几林一正 叶辰 这小孩怎么来的 九优之国可不准外人进来 这小孩气息明显不是九优之人 叶辰马上道 院长 她是我妹妹 我必须随身带着 宴会应该没问题吧 葛青紧皱眉头 最好别带上她 不然到时候会有麻烦 然而叶辰心意已决 直接道 院长 我要守她一室安宁 必须带着 葛青颇为无奈 也不深究 反而道 叶辰啊 你怎么把吴阳给杀了呀 神封学院的那个老混账陈北 简直都要被你气疯了 折损了一个这种级别的天才 即使是陈北也不好交代 叶辰淡淡道 他要杀我 我自然要杀他 葛青点点头也没有多说 叶辰毕竟是他带来的人 他会为叶辰解决无恙的事情 否则 学院的学生连自己都要被追究责任的话 还要他这个校长干嘛 不过他突然严肃地对叶辰说道 叶辰 我现在来找你是为了今天贺寿一事 哦 叶辰目光一闪感兴趣道 校长请说 葛青道 这次寿宴 我们这些老家伙 虽然带你们来了 也会进行贺寿 但是和你们却不是在一个场地之中 毕竟过生日的九幽之国皇族 是当今九幽之地的第九个女儿 是一名小辈 九幽之国之人 都将其称为九公主 小辈的生日 我们这些老家伙在场 很多人会放不开的 话虽然是这么说 其实 叶辰接口道 其实这场寿宴是不想让长辈们插手 葛青点头道 不错 这是个不成文的规矩 寿宴之上有什么冲突 小辈们都要自己解决 不过还有一条规矩 便是一般封门镜初期以上的存在 是不会挑衅封门镜以下存在的 言武之时同理 叶辰点点头 若是一般的封门存在 他并不惧怕 但是这次参加寿宴的 无疑不是灵武大陆的顶级才俊 绝世妖孽 这种封门强者和普通的封门强者 完全是两个层次的存在 葛青继续道 神风学院那边 有我替你挡下 但是 这寿宴之上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不过 神风学院那个接近封门的刘百战 未必是你的对手 靠他们自己应该是奈何不了你的 但是我得到了一个消息 神风学院不知怎么和神皇学院 好像有了一些联系 这次 神皇学院的天才可能会对你出手 你千万要小心哪 神皇学院 叶晨难难一句 他倒是有些兴趣 神火学院虽然极强 是无数舞者向往的存在 但是传闻中 神皇学院才是灵武大陆 最强盛和神秘的学院 很少有人知道 而神皇学院的天才 更是以战力而闻言 不过 既然不是封门初期之上 那么他叶晨便有自信能胜之 叶晨对着葛青笑道 校长 我知道了 葛青看着叶晨自信的模样 也略微放心了一些 叶晨可是拥有印记和神脉的超级天才 绝不能让他在寿宴上出世 葛青说完便带着他 桂林 石华和赵官一起下楼吃早餐 吃完之后 他便带着几人朝着都城之中的皇城走去 这皇城 竟是一座无比庞大的宫殿群 而且直接悬浮于都城之上的 进入皇城之后 葛青便与叶晨几人分开了 而叶晨几邻几人 在葛青的指引之下 朝着一座 仿佛由透亮至极的兵玉雕琢而成 名为神心殿的宫殿走去 在那里将会为九公主举行寿宴 叶晨等人步入神心殿内 放眼望去 几人都不禁瞳孔收缩 奢华 太奢华了 他们几人都算是见识不俗的存在了 但是却也被眼前极为奢华的一幕彻底震撼了 目光所及之处 无一不是价值连城的存在 就拿桌子上摆放的无数灵果来说吧 那些灵果最低最低都是千年年份的存在 而且无一不是珍惜无比呀 甚至随便拿一颗出去 都是能让灵武大陆造化心窍巅峰武者 强迫脑袋的存在 而那些美食同样散发着惊人的灵气 至少也是半步封门的妖兽肉啊 就算是封门强者吃了 都会对身体有不小的帮助 而且那味道又人到了极致 神火学院食堂天驱的菜品 已经算是举世无双的美味了 但是和眼前这些佳肴一比 也是逊色了不知道多少倍 而在宫殿之中 还有一方酒池 这酒池之中 飘散着浓郁到不能再浓郁的酒香 这巨大的酒池之中 竟然全是神泉楼最顶级的灵酒 平常就算喝一口这样的灵酒 恐怕一般的封门强者都得倾家荡产了 就连这神心殿内的家具摆设 都隐隐散发着强大波动 竟然每一件都是时空之兵 乃至神器级别 叶辰等人简直都要无语了 这九幽之国皇室的寿宴 耗费的资源 都可以培养出好几个封门强者了吧 几林咽了咽口水短暂消失了一会儿 最后叶辰便发现几林捧着一堆食物 嘴里更是塞满了 叶辰 下次你再参加这聚会一定要叫我 好多好吃的呀 我好开心啊 叶辰摸了摸几林的头 没有责怪 几林开心便好 此时神心殿内人已经不少了 足足有三四百人 而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气欲不凡的存在 一个个举止从容 浑身散发着强烈的自信 他们的修为几乎都在心窍后期以上 而且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超过三十岁的存在 这些人拿到林武大陆之上 每一个都是足以震撼成直 足以碾压无数人的超级天才 绝世妖孽了 叶辰不由得面露苦笑 他的修为竟仿佛是这些人之中最低的 这确实有些尴尬了 当然几林不算 不过他也没有太过在意 修为对于他来说说明不了什么 就这么自顾自的品尝起了身边的美食 林果 时而和几林聊聊 也算惬意 同时他的目光扫过在场之人 这些人的修为虽然不错 但是却还不能算真正顶级的天才 看来这场寿宴之中最妖孽的那一批存在 现在还没有到场 这群人之中有九幽之国大势力子弟 有林武大陆之上顶级势力的弟子 乃至尹氏家族传人 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神秘势力的天才 一个个都是惊天动地的存在 但是叶尘知道 这些人确实都是天才 在他们之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 能算得上顶级水准 就在这时 神心殿门外的宦官突然尖声高鹤道 神龙学院 楚潇 楚公子到 叶尘眉梢一条向门外看去 他记得 刚才他们进门之时 还有其他一些人进门之时 是没有人报名的 显然 九幽之国皇室 对这个神龙学院的处销 是高看了一眼 只是不知道 神龙学院和林武大陆的 神龙家族有没有联系 叶尘朝着门口看去 只见一名眼神淡漠 气质冰冷 穿着一身绣着云纹的青袍 看上去二十五六岁的男子 便走到了神心殿内 这二十五六岁的男子 赫然已经是 封门静的修为了 而且 还是封门静五层天的存在 这样的修为 这样的年纪 确实是逆天至极了 在楚潇身后 还跟着两名身着白衣 长相相似的青年 都是接近 以获得切切实实的 封门修为 想必这三人 便是神龙学院的 三名天才了 叶尘不禁有些好奇的 对身边的石华问道 石师兄 这楚潇 是什么来头 这些人也出现了 人也出现了 是什么常独的 是什么常独的 多什么常独的